台湾歌手千百会近日亮出了自己的大陆身份证 并透露他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获得大陆居民身份 表示祖国是我强大的依靠 获得众多网友关注 12月8号下午 台湾歌手千百会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畅谈自己定居成都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 千百会以《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 烟雨萌萌的歌曲 红遍海峡两岸及东南亚 后来他因家庭原因淡出歌坛 来到北京生活 直到近日在网络上晒出大陆身份证 58岁的他再次成为焦点 我觉得应该是 我说了嘛 就是有思乡之情 有很多的一样的 一样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可能走出去闻飘香的味道 那个辣油嘛 四川人嘛 都吃辣的 就是虽然就是在研究下去的话 有不同的辣味 但是一股飘香味的话 就是哎 这不是在我家旁边吗 我就会这样 我就会这么想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湿度也很像 决定来成都 就是因为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我也经常看新闻 然后就把这个程度啊 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 就是音乐制度嘛 所以我心想 我看看 有没有什么 什么棉薄之力 能够近一点 棉薄之力嘛 坐在记者面前的千百会 一袭长发 妆容精致 谈及自己与大陆的缘分 他回忆起了年少时光 我家乡呢 把这个故宫说成紫禁城 然后把这个长城说成 说成万里长城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都是黑白照片 所以呢 一看是彩色照片 我一看 哇 太壮观了 然后我一看万里长城 哇 太壮观了 我那时候就想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我心里就这么想 然后再翻一面的时候是 这个东北 哈尔滨的雪 哇 简直太美了 我心想 天哪 怎么这么漂亮的地方 然后从小的时候 我就萌生了那个 就是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我路之后我一定要去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 千百会的愿望 直到1990年 北京押运会 得以实现 他说要参加北京押运会 前夜演唱会 终于有机会来到北京 那次北京之旅 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是 很激动 特别激动 因为从小 就是 我一下就回到我的那个社会科 紫禁城 万里长城 我就特别的激动 一下了飞机以后 然后 不是有那个机场 机场高速吗 一下包裹震的呀 天哪 怎么那么大 怎么不是跟我以前 我们那边的教育不一样 不是水深火热 吃香蕉皮呀什么的 那哪里有 怎么那么骗人 哇 我说 这是我真到了呀 因为我下了机场 我一直在 我一直这样 就跟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 然后搓搓搓搓搓搓 我说我到了 我到了 我就摸摸摸摸土地 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后来千百会决定定居北京 并申领了大陆身份证 且再未回过台湾 在大陆生活近30年 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身份 我所到之处呢 印象都很深刻 就感受到了每个地方 不同城市的风貌 还有他的文化 还有他的那个习俗 还有他的饮食 千百会说 成都的生活 休闲 舒适 空闲时自己喜欢到处逛逛 因为妈妈的影响 她一直爱喝咖啡 到现在 就是下午都必须得喝一杯咖啡 平时生活呢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吧 有很多网友也就说 应该是奶奶级别的 然后可以回家带孩子 带孙子啊 孙女儿啊 其实我也渴望呀 但是没有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我先过好我自己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 我应该是这个 很悠闲的岁数 就是在不同的咖啡屋 品咖啡 欣赏一下风景 看看人 我觉得很悠闲 特别放松 此次晒出自己的大陆身份证后 千百会获得大量网友的关注 她说 自己要用音乐告诉台湾年轻人真实的世界 其实以前的 以前的千百会我都清零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很珍惜现在 然后呢 就是 没有很大的波动 我觉得就是 能够受到那么大的关注 确定 确实是一个恩赐 确实是一个恩赐 也是一个感恩 然后呢 我希望就是 尽量的多发表 我的这个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 对于部分台湾网友发出的一些酸声 千百会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 就是 要让他们酸 酸在嘴里 酸到肚子里 让他们记得 他们是中国人